受到疫情肆虐的关系 许多民众减少外出 却掀起一股在家运动的风潮 而根据统计 女性运动市场非常庞大 尤其是30岁以上的小资族女性 运动风气很盛行 相对而言就需要兼具时尚 与机能感的韵律服 因此在疫情严峻的时期 业绩却逆势成长了三四倍 我们是台湾的设计师 但是在纽约 他是在纽约发展 然后发展了35年 然后他觉得是说 那我们当然是说 我们是新的品牌进入台湾 那最近呢 尤其是这将近这一个月以来 那我们的业绩反而成长三四倍 为什么 因为当他觉得穿的好穿 然后现在他们可能意识到说 会待在家里运动的时间会变得很长 韵律服业者表示 兼具时尚与机能感的韵律服 除了在运动时候穿之外 轻便舒适的特性也适合外出穿搭 其实这今年很流行 今年流行短裤 然后如果说你对颜色 你喜欢的话 您要不要试试看 好啊好啊 我觉得这个很爽 那最近来的客人呢 他们就比较大胆了 他们就会挑 他们平常不敢穿的 因为他们是说 他们在家运动 然后他们对着镜子的时候 他就比较大胆的买我们的花色的衣服 然后我就 他觉得说 比较敢试穿 穿了以后呢 他回来反而再找我们再继续买不一样的花色 因为他后来变成穿我们的韵律服 然后他就 就像我一样搭了一个外套 他就去逛街了 OK 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 我们设计师的核心理念 韵律服业者鼓励民众 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更需要维持运动 而选对材质好 剪裁具设计感 以及时尚优美花色的韵律服 更能提升运动休闲的生活品质 记者 郭婉鑫 台北报道